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小 妖风大 下 汉将幻境中 李延和奔云大妖激斗震撼 兵器交际的声音如同飞时雷火 战斤虎头枪和汉将三叉戟双双搅动 那奔云大妖一声爆吼 三叉戟打歪了虎头的枪 紧跟着向前猛突 李延在眼前一片血光中惊醒了 李延有些焦躁的呼了口气 临近龙虎山 她的心势渐重 思绪混乱 完全不能集中精力 过去她偶尔还能和奔云大妖打一个旗鼓相当 但这几天夜里冥响几乎是一面倒的被碾压 今天这次更是近八十招就被奔云挑杀 堪称迟辱 这次事件里 自己在枪术砖精上恐怕很难再有什么进步 干脆沉下心应付好眼前的事 此刻已经是深夜了 李延收起汉将三叉戟 这才看向屋里的其他人 曹永昌如同猫一样蜷缩在床脚 似乎睡着了 扎小刀独自已在墙边甲内 脚下有凌乱的烟头 李延才把眼闭上 门突然就响了 屋里三人都睁开了眼 什么事 外头是跑堂的伙计 他穿着白色的大兜 也困得不行 看样子是被人叫起来 那个 几位 楼底下来了一位客官 说是找一位叫李延的大人 现在在大堂里等着呢 李延和扎小刀对视一眼 知道了 我叫又去 李延抓起手边的朱红剑侠 飞在背上 推开门 叫端着油灯的跑堂 领着下了楼梯 叔叔 曹永昌有些紧张地叫了扎小刀一声 扎小刀沉吟了一会儿 才到 待会儿要是有情况 我应付吃紧 你赶紧跑到后头 骑着飞雷马逃开 别给我拖后腿 嗯 曹永昌凝重地点了点头 李延下了楼 却发觉大堂里站着的 是一名身穿水篮段子的姑娘 二十五六岁 瓜子脸 身姿高挑 胸前整着合拢的火红直散 他见李延下楼 伸手撩了撩并边黑发 露出一截血嫩的手腕 上面是烟红的铃铛 久闻李政府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分享 你是何人 哪哪听了我的消息 李延在大堂前站定 愣然问道 这高挑女子看了跑堂伙计一眼 这伙计会议把油灯放到桌上 俐落地弄了弄艳心 拿灯杀赵主才说道 嗯 您二位聊 我回避 说吧 便离开 大堂只剩下李延和这女子两人 女子这才露耻笑道 等虎提琪 天威司 朱燕 何事放我 李延依旧言简一概 只要属下禀告 李政府辜负黄恩 私下和伙徒见面 貌似阻挠天差 此等行径 想必陛下知晓也会痛心 朱燕为陛下排忧解难 也不愿李政府这般英雄人物 侮辱歧途 李延虽然心里早有预料 却依旧心惊于龙虎提琪的果断和效率 他升了个懒腰 坐到长条板凳上 才栩栩到 你说你是龙虎提琪的人 可有腰牌文书 你说我与火徒会面 难不成你还认得火徒吗 朱燕的眼睛霓成了月牙 李政府的卷宗在我提琪当中 本来只有四页书 三十九行的记录 可自从政府护送龙虎棋牌 每每有惊人之情 你的剑宗已经堆了两个大桌子 至于腰牌 天威斯的腰牌向来出京不用 我今日来也不是和李政府 费这些口舌道理 李延听了 笑了起来 哎呀 总是平时我有些兴致 或许还会请姑娘喝上两杯 那你说吧 你带怎地 朱燕四顾道 李政府一路上平腰讨密 尹氏三腰 富海大盛这般国之臣科 也被政府一扫而光 足见威武 朱燕侍奉宫中 白落一个天威将的名头 平日也沾沾自喜 这次知道了李政府的事迹 方知三腰六到二十四将 不过失望之词 不足夸奖 今日见到李政府 倒是想和政府打一个赌 二十四将当中有五人在京师 天威斯和查逆斯的掌势 在二十四将当中分别举状元 榜眼 至于第三名 那位绰号抱头寻寿的炭花大将 已经死在护送棋牌的路上 其余有诸如星园司长是千丝奴 云南卫习海等人都在其中 还有一位是李延的老熟人 曾经和他一同奔赴朝鲜战场 号称洛千金的洛尚志 这两年屡屡升迁 同样名列二十四将 换言之 眼前这位高挑鲜秀的女子 便是二十四将当中的第一人了 什么赌 说来听听 朱燕缓缓落座 和李延隔一个捉脚 他伸出带铃铛的白嫩手腕 在李延的面前晃了晃 那就掰个腕子好了 他轻笑着 李政府若是赢了 火图之事 天威司便当作不知道 如若不然 请李政府今晚立即启程 到玉萍县去 和手艺高功会合 李延听了 没有出言耻笑 抑或再去推诿什么 只是解开铁钉护臂 筋骨分明的大手 把朱燕的手掌整个裹住 什么时候开始 全浪海鬼和天命雅特 对李延的臂力都有加持 李延沟通海岩 水军宫中有一江之水 能有海鬼全盛世的三成 天命雅克的增幅 更是有孤祸鸟的 接近十倍的强化 毫不客气的说 便是一块生铁 李延发力 也能像泥巴一样的熔液 这样的怪力早就飞人了 朱燕盯着李延的手掌 眼神陡然凌厉起来 现在 那柔弱无骨的白嫩手掌 爆发出让李延措手不及的大力 李延手臂上绽放出道道的青筋 也用了全力 两人的手臂是放到空中的 漠然发力 脚下的青砖都塌陷了进去 大约三个呼吸的功夫 李延的手臂逐渐被压到了一个颇为明显的角度 房间里 一干星元寺的提起 紧张的望向大唐 怎么办 是不是现在动手 唐二冷笑一声 刚才大人说的分明是天威寺 缉拿火图本就是我星元寺的事 即刻动手 火图非同小可 把家伙事预备好了 死活不论 既然火图这么厉害 干脆就要死不要活 省得失手啊 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 唐二刚要斥责 却猛然发觉这声音不熟悉啊 他才回头 扎小刀蹲在长板凳上 一只手放在膝盖 一只手别着纸卷烟 黑色的火焰淹没他的发根眉毛 正在熊熊燃烧 如果说李妍是因为丹娘被困龙虎山的事 竟然心许焦躁 枪术水平忽高忽低 那么扎小刀心魔破了大半 却正是意气风发 甚至突破了某一个至今李妍也没有摸到边的稚固 实力增长了一大块 唐二目自欲裂 门是闭的 他根本不知道扎小刀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正剑拔弩张之时 门口却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干什么 唐二连脸上的汗水也不敢抹 没好气的冲门外骂道 门口大开 一个翡翠色的龙头 挤满了整个门口和过道 直接探了进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